暗瘡是一个很常见的皮肤问题 人人都有机会会有 而且不一定会只发生在面上 今天很开心请到皮肤科专科 刘银敏医生跟我们说一下 刘医生你好 你好 刘医生刚才也说过 暗瘡其实不一定在面上发生 为什么会其他身体部位也有机会出现 背部也是一个比较常发暗瘡的位置 其实暗瘡跟毛孔堵塞 油脂分泌旺盛 还有暗瘡有些座瘡干菌 大量繁殖的发炎反应有关 其实只要有毛囊的地方 和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地方 都容易会有暗瘡 比如面部、背部、胸口 都是容易有暗瘡的地方 其实背部生暗瘡会不会和睡觉习惯 还是主要与油脂分泌和堵塞的有关 因为背部是比较局促 流汗多 胸口和背部都是汗 会被迫在衣服里面的地方 毛孔堵塞和汗 就令到座瘡干菌大量繁殖 引起一些发炎反应 所以就容易有暗瘡 那和面上的面比 其实生在背部或胸口的暗瘡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 有的 因为背部各角质层比较厚 而涂药膏都比较难吸收 所以都是比较难医的部位 有什么人会特别容易生暗瘡? 例如他们的生活习惯 脏多会不会是一些因素? 有的 例如年轻人士、年轻人士 喜欢做运动的人 例如是运动员 或者穿衫比较紧 经常被迫着流汗多的时候 这些习惯都会容易很轻易暗瘡 如果说人们会自己截走暗瘡 那其实这个做法是否不对? 是否很容易发现问题? 因为自己截暗瘡 其实都是指标不自本的 因为截暗瘡对于油脂分泌 和毛孔堵塞 就没有什么大帮助 截走一粒暗瘡 旁边都可以生另一粒暗瘡 所以最重要是从各方面 医好暗瘡才会比较好 如果手不干净 更加容易就会引起细菌发业 其实有没有说 去到什么情况需要看医生? 例如我只有一粒的 是否都不用看医生? 如果一粒 如果是粉刺 黑头那些 其实就可能未必需要看医生 但如果是发炎性的暗瘡 例如龙头 幼疹 狼肿 这些 都是比较难医的暗瘡 都建议去找医生 因为越早医 就会预防疤症 增强 或者有粒突洞的出现 医生通常对于暗瘡上是怎样治疗的? 暗瘡 无论是面 或者背部的暗瘡 通常我们都是分为轻微 中度严重的 如果是轻微的 例如只有几粒粉刺的话 其实外用药膏已经很足够了 如果是中度的 例如很多的发炎性暗瘡 或者很多的粉刺 黑头的话 可能就要靠一些口服药 如果严重的 通常我们都会用口服药 加上外用的药膏 而外用的药膏 通常我们就有一些叫过氧化本 杜娟花酸 A酸等等 而一线治疗 通常我们都是使用一些外用的A酸 就未必需要那么快 用到口服药的 外用的A酸 就包括通常就是第三代 或者第四代的A酸 而第三代的A酸 比起第一代就少点刺激性的 而第四代的A酸 的吸收就比第三代更加好 所以治疗背脊暗瘡 很多时候都是比旧一代的A酸有效些 其实一般就是用一些A酸 无论是外用药膏 或者是口服的药物 其实大概那个疗程是多久 可以断到尾? 如果外用的药物 我们通常都要查一至两个星期 才会见效的 因为开头查 未必一两天就会见效 就不要放弃着 其实都应该是慢慢等它 希望见效 如果有刺激性的反应 那就要有几个方法都可以处理到的 例如是先查润肤膏 再查药膏 或者是短暂查药膏 例如半个钟至一个钟之后 洗走它 这些都可以减少A酸的刺激性 但口服药就不会这么短疗程了 通常口服的抗生素 都是一至三个月 甚至要吃三至六个月不等 而口服A酸的疗程 就更加比较长 但就因人而异 都是看暗疮的严重程度 其实有没有说吃了些A酸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 很多副作用 可能比较干 身体的油分分泌不够 其实有没有说 其实主要的副作用是什么 面对这些副作用的时候 又可以如何处理 如果口服A酸 通常我们医生处方的时候 都会监测着副作用 通常就是口干 有时会有眼干 甚至有时都要抽血 验一些肝酵素 或胆固醇等等 如果在医生的监测下服用 其实都是安全的 就算完了所有的暗疮疗程 其实有没有说 有什么的生活习惯 都要改变 让它可以防止它再来过呢? 如果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人 其实吃完一个疗程的A酸之后 我们很多时都会继续 处方外用的A酸 或者其他副作用的 让它不要下下复发 就需要吃口服抗生素了 因为其实少少油脂粒 复发的 其实外用药物都可以帮助到 而生活习惯方面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例如穿衣 就不要穿那么紧 每天都要洗澡 尤其是做完运动之后 都要立即洗澡 然后就换回一件干净的衣服 就可以防止油脂堵塞毛孔 其实刚才医生也提过 其实都不建议自己截走它 如果真的偶耳生一两粒 医生会建议如何处理它? 如果偶耳生一两粒 其实有些外用的药膏 已经可以帮助到 但是如果真的 整天生一些很大粒的暗疡 例如狼肿 都是建议找医生更好 记得生暗疡的时候 就不要折走它 可以考虑用一些外用的药膏 但如果情况很严重 或者有狼肿的话 就建议尽快找医生看看 今天谢谢刘医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